关羽生前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将 在他死后八百年 他却走上一条超凡入圣风神之路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三国名将关羽之文化关公 古语说山东文圣人山西武圣人 文圣人指的是孔子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的思想和教育体系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 武圣人指的是关羽 他能够与孔子定价齐驱 由此可见关羽在中国民间的地位 中国古代名将成千上半 但就三国的武将来讲 论武功 吕布 马超 典维等人 也都具有万富不党之勇 论谋略 周瑜 吕蒙 邓爱等人 也都是谋略超寻才华横溢 可以说论文论武 关羽都不是三国中独占熬头的 然而唯独关羽实现了 从武将到忠臣义士 到财神 直至关圣帝君的一路升级 那么关羽究竟是如何实现 从人到神 从凡人到圣人的华丽转身的呢 四川大学方北辰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三国名将关羽第二集 文化关公 大名鼎鼎的关羽 我们说了两个形象 一个是历史关公 另一个是文化关公 前一个是他的真身 后一个是他的化身 那么从真身到化身 这个大边脸 经过了三个方面文化上的所造和演变 我归结为三个画字 第一个是内在外貌的完美化 第一个化 第二是身份头衔的帝王化 第三个是能量本领的神灵化 那么这三个画是怎么一个具体的过程 推动这三个画是什么样的动力 最后又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结果又有哪些特色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破解一番 先说第一个画 就是外貌内在的完美化 说到这个方面的问题 罗冠宗的三个演绎 虽然不是最早的 但是他的完美化是最完整的 而且作用也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就用他来做样本来进行分析 他在这个书里边树立起来的正面人物 武将群体当中的第一位 是哪一位呢 非官公莫属 证据之一是文字的分量 就这个书里边写到关于内容的时候 文字的分量 他的文字的分量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名价 我们现今的流行的三国演绎的本子 一共是120回 那么在这每一回的题目里边 明确出现了关于的名字 或者他的别号等等 从而可以判断 这一回就是以关于 作为主角的 一共有四回之多 比如说 第二十一回 曹操主角论英雄 官公转程 斩车咒 林确出现了官公 肯定这一回 官公是主角之一 二十六回 原本初 败兵舌舰 官云场挂印封金 官云场 林确出现在回幕的起幕当中 那么一共 像类似这样的回幕 我统计是十四回之多 超过了描写其他三国的任何一位名将 其他名将最多几回 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们从文字的分量上来看 证据之二 第二方面的证据 是文字的内容 内容上进行全面的美化 其他的名将也完全无法与之相比 我们先来看外表 开篇第一回 对官宇的描绘是这样的 身长九尺 染长二尺 面如虫枣 纯若涂之 单凤眼 卧谈眉 相貌堂堂 威风淋漓 这个描绘里边内容 具体描绘到 它的外貌有五点 第一 身高是武将当中 就是三国演义 这部书里边 这部小说里边 描绘的武将当中 身高最高的九尺 九尺 然后 胡须是最具男子气态的 常染飘飘 没染功 眼睛是最好看的单方眼 眉毛是最英俊的恶残眉 脸面 最具枕色力的紫红色 这个面入虫枣 不是面入重枣 这个是比较一致的看法 应该度为面入虫枣 虫枣的意思 是虫阳节的枣子 那个时候枣子的皮 已经开始变成紫红色 就是关羽的脸色 就有点跟这个枣子非常类似 所以面入虫枣 这一共是五个方面 是身高 胡须 眼睛 眉毛 还有脸色 这五个方面都是最顶尖的 但是呢 在这五条当中啊 除了眉染功 胡须很漂亮 这一条在历史记载当中 确实有真实记载之外 其他方面呢 都是属于作者罗冠中的笔下生花 那就是说文学的虚构 这是外表 再来看内在的美化 内在美化嘛 首先是品德 品德方面 品德方面也有五条 总结起来 第一是忠诚 无限忠于汉朝 无限忠于刘魏 这在书里边有多处描写了 大家如果读过这个书的话 都非常熟悉 第二是仁义 仁义到了什么程度呢 连奸贼曹操 他都要加以报答 好 黄荣道 放他一马 到了 仁义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第三呢 是公正 不占便宜 他在长沙占黄中 好 黄中因为战马 有问题 马是前提 他结果刀下留人 说你回去换了马 重新再来 我们公平情况下 再交手 很公正 第四呢 是正派 正派呢 突出的表现就是不耗色 他投向曹操的时候 连着保护了两位嫂嫂 曹操故意把他和他的两位嫂嫂安排在同一间房间里边 但是他根本不进卧室就在卧室的门外一直站到天明 站了通宵 那表明他的这个正派 第五呢 就是连洁不贪财 曹操赏给他了很多的赏赐 上马军下马银之类的 他临走的时候全部封存 一点不爱走 一点不爱财 那么总之 蓝信的一切美德 他都具备 这五点 然而 又是然而 除了忠于刘备和凤凰曹操的赏赐 这两点在历史记载当中确实有证据可查以外 其他三点也是作者的笔下真话 那都是属于虚构性的美化 内在方面除了品德以外还有才能 作为一员战将 他的才能的表现主要是表现在战功之上 上一集我们已经讲到 关于真实的辉煌的战功 三十五年的从军生涯当中 两届 第一届就是斩杀炎梁 第二是围攻凡城 但是三国演义里边 除了这两点以外 加以重点描绘以外 还加了另外很多内容 其中比如说典型的美化 据两处 第五回说到温九斩化雄 第二十七回说到过五官斩六将 但是在真实的史书三国志当中 斩杀化雄的不是关于谁呢 是孙权的老爸孙奸 史书上这样地在孙奸大破左军 左就是董卓 大破董卓的兵马 萧綦都督化雄的 斩杀了他的大将 化雄的 很明显这是孙奸的战功 这三国志的孙奸战力里边记得是很清楚 这就是属于移花节目 把孙奸的事 但是这个事再加一点 加温九的请典 然后加到关于身上去了 移花节目 至于过五官斩六将 史书三国志里边全部都没有记载 这五个官官的名字 这六个将将的名字 在史书当中都没有记载 那是属于典型的无中生有 这是内在方面的第二方面 《财人》 原莫名处的小说家罗冠中 收集了大量的有民间创造 并广泛流传的三国争雄的故事 尤其是有关关于的民间传说 最终创作出了长篇历史小说 三国志通俗演绎 在这部小说中 有着浓厚的尊流义曹的色彩 蜀国的关于最终被塑造成了 忠义信勇 急于一身的古今第一名将 那么这位后的玄机是什么呢 承受的三国志 它是写在西晋时期 位属三国之间 不得不以曹魏为阵头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 是因为曹魏的皇权 是直接从东汉县帝手中 善让 通过善让这种表面文章形式 拿过来的 那么 属于传承有字 就是传承的次序很清晰 第二个方面 是因为承受写三国志 写在西晋时候 西晋王朝 又是从曹魏 所谓的善让 这样过来的 所以你要是不承认 曹魏为正统 等于是就不承认 西晋王朝为正统 承受还在西晋王朝当官了 还在那 关公子 拿俸禄 所以他不得不这样做 实际上 正统不正统 这个书里边怎么表现呢 就是以哪个国家的 皇帝的边年大事记 命名为本记 就这么一个真正说到底的区别 就是这而已 所以他把曹魏的皇帝的边年大事 叫做什么记 武帝记 文帝 其他两个皇朝的皇帝的呢 就叫做先祖传 武祖传 就是一个叫 本记一个叫传的问题 我们现在觉得 这个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但是在当时 他却是古代 王朝正统不正统 那是要原则是一种问题 那么承受这个处理呢 后来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 其中比较典型呢 就是东晋的习造词和南宋的朱熹 那么这两位前面的东晋洗造词呢 写了一部书叫汉静春秋 后面的南宋朱熹呢 写了一部书叫一本书呢 叫通建纲目 改 改以蜀汉为正统 位朝位为正统 那么为什么这两位有这样激烈的 极端性的表现呢 原因东晋王朝南宋王朝 都是中原汉族王朝 统一的汉族王朝灭亡以后 南迁到江南去建立的 天安小王朝 那么他的处境呢 就有一点和蜀汉类似 蜀汉王朝假定是 我们说刘备 是 汉时的后裔 那么他到了南边的益州 四川 益州建立了一个蜀汉政权 有点这个偏安这个情势呢 有点跟东晋和这个南宋类似 所以曾正统 就是现实性的问题了 但是东晋洗造词的汉静春秋呢 主要在史学界里边 有影响 社会上影响小 但是朱熹影响就大了 朱熹那是南宋时期 那是儒学的泰斗 影响很大 那么这个三个演义呢 恰好就产生在朱熹之后不久的 原木明初 因此这个书里边呢 就有浓厚的 尊流义朝的色彩 也就是真诚俗汉 贬义朝味 那么美化关语 实际上 是整个书的这一个 政治倾向的一个部分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 美化 文成的 是孔明 孔明可以说是全书 文成的第一 当然君主嘛 那当然是刘备了 但是武将是谁呢 所以武将 就是关羽 所以这样一个背景下 对关羽在全面美化 就在书中就出现了 就是我们看着这一部书 里边 从外貌到内在 都实行了很全面的美化 相对于真实的历史 尽管小说三国演义 对关羽进行了全面美化 但是在关羽的身份和头衔上 依然保持了历史的基本真实 他还是君主刘备的成了 蜀汉朝成的大将 但是在关羽死后八百年 北宋皇帝宋徽宗 开启了对关羽身份和头衔的 破格大变脸 所谓的破格大变脸 就是把关羽的身份和头衔 进行破格的提升 不再是成了 也不再是一个侯爵 而是要称王要称帝 盖过起来三个字 帝 王 画 要知道其身是如何破格的 我们先要龙庆祖关于原来的位置 他原来身份和头衔的位置 他身前的最高官职 是刘备丰的前将军 前将军 那个时候高级君子里边 同等级的有四位 前后左右 前将军 后将军 左将军 右将军 这都是同一个等级的 他是前将军 身前最高的爵位 是东汉朝廷给他的汉寿庭侯 汉寿庭侯 他是廷侯这一级 当时东汉的爵位分成王 公 侯 三个大等级 王爵 公爵以下 才是侯爵 所以大等级里边 侯爵都算第三位 侯爵里边又分等级 根据他的封地的大小 封地最大的是一个县 那是县后 再小一点是县 县后 再小 就是县后 所以关羽的汉寿庭侯爵 大的类别的第三类里边 这一个也还算第三小类 就是大类里边是第三类 小类里边也是第三类 所以他不是爵位里边最高的 所以官职不是最高的 爵位不是最高的 明白了他的原来初始的位置以后 就再来说他破格的大变脸 八百年以后 就他死了八百年以后 情况出现大变化 百宗徽中开始封关羽为忠惠公 忠忠臣的忠 惠了恩惠的惠 公爵了 忠惠公 这就相当于从侯爵越过香侯 越过县侯直接进到公爵 那这是破格的吧 然后呢 又升格 升格为王 这个王叫义勇武安王 义勇 这个大家清楚 义勇军 义勇武安 用武力来安邦的 武安王 直接公爵又成王爵了 升得快 那这个提拔升得快 这个基本上是爵位上的三级跳了 因为从侯爵 踢到公爵 公爵又去掉王爵了 那就是相当于三级跳 这是百宋 到了南宋 又有新花呀 南宋觉得已经升王 已经升到顶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什么运作的空间呢 运作的空间就是 在前后 加形容词 美化的形容词 帝王化的 这个美化形容词 先是加了壮木 然后再加英纪 所以最后宋代 两宋 北宋 南宋 加起来 它的称号呢 就变成了壮木 义勇武安 英纪王 一共是多少字呢 12345678 前面形容词八个 再加一个王 升王了 到了明朝 关羽又升了 明朝的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 万历皇帝 神宗万历皇帝 就是那个不理朝政 祸害老百姓的那个皇帝 一步到位 免得太累 直接把关羽 进决为帝 就是提升他的决为 提升为皇帝了 一个现任皇帝 提拔另一个人当皇帝 这听起来多少 总觉得是很搞笑的事 但是要热闹了 还是要数清朝 清朝的帝王话比较热闹 首先是顺治皇帝 送上了新封号 这个新封号叫 忠义神武 官胜大帝 这个头衔 值得注意 是两点 第一点 是把忠义 两个字 安排到了最前边 突出了清王朝 关注的重点 是忠义 忠 当然是 对君主 对王朝的忠 义 注意这个地方的义 实际上 它还不是一般的江湖义气 第一桩的义 是给忠关联的义 是君臣大义的义 所以这个地方的忠义 实际上收拾义 会说 就是一个忠诚的问题 对王朝的忠诚问题 所以说明清王朝的关注重点 实际上带有现实意义 这是第一 第二 是把神圣 这两个顶尖级别的形容词 分别镶嵌了进去 首先是神武 然后是官圣 还来个大帝 反正是美好词汇 基本上 觉得用足了 这样一来 关于就比明代还进一步 因为关于明代 那么只是说直接进决为皇帝了 但是清王朝这么一封 关于不仅是皇帝 而且还是神人 圣人 这个不是一般的皇帝了 又 等级又提高了 以后的前龙 嘉靖 道光 咸丰 同志 光绪 连肃的 在这一个封号前面加字 加 形容词 最后加下来 到了光绪就成了 26个字 26个字的什么 忠义神武 灵幼仁勇 危险护国 保民精臣 虽敬意战 玄德 最后四个字是官圣帝君 此前 官圣大帝 但是后来还是 正是觉得官圣帝君 这个四个字最好 如果说罗冠宗 对关羽的美化 前面我们讲了 他的动机是出自于正统观念 因为就是个真正统的问题 那么历代君主 对关羽的帝王化 动机又在哪 动机实际上是五个字 现实的利用 我们说罪翁之意不在酒 那在山水之间 那么用来形容呢 就是这一种帝王化的动机 罪翁之意不在遥远的古人关羽 而在眼前的统治秩序 要巩固这个 是现实的理由 我们看前面 搞帝王化 搞得最积极的 比如说北宋徽宗所在的 北宋的末年 明神中万里 所在的明朝后期 乾隆以后的 秦王朝 那都是危机四复这时代 那么统治者呢 就企图通过帝王化关羽 达到这么三个方面的意图 第一 树立起一个最具光辉的中意标杆 或者中意楷模树立 第二呢 从而希望能够吸引 大批的中意之士 吸引 第三呢 就是帮助朝廷 稳定统治 化解危机 最后的目的 就是这个 于是呢 就出现了一个 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朝政越是败坏的皇帝 美化关羽 帝王化关羽 就越是起劲的怪现象 后世君主的帝王化 使关羽出现了破格的大变脸 不过 无论脸如何变 他总还是肉身繁胎的人 但是从明朝开始 塑造关羽的活动 专化成了一场造神运动 关羽从肉身繁胎的人 变成了法力无边的神 那么是哪些力量 在搞这场造神运动呢 又是怎样把关羽 从人变成神的呢 这背后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造神的力量啊 大体说起来 有三支 最积极的就是朝廷的皇家 比如说明朝的万历皇帝 他不仅直接升关羽为帝 这是他一方面 他还一连奉送关羽三个神明的名号 第一 三界附魔大帝 所谓三界的是佛教佛家的语言 它是指众生所在世界的三个层次 那么这个头衔说白了吗 就是什么呢 封关羽 是收拾全世界所有妖魔鬼怪的 全能的大神 就这个意思 第二个 神为原正天尊 天尊是道教当中最尊贵的天神 但是佛教也指佛教里边的佛 所以这样一来 关羽的神灵就跨了道教和佛教 两个方面 就是他既是道教的神 又是佛教的神 那天尊 第三个 关圣帝君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关圣帝君 其实关圣帝君这个封号 是最早是 神宗万里皇帝 给的 关圣帝君既是人世间的关圣人 又是神仙世界的大帝君 天上人间 两边都跨 两边都占领制高点 那么最后这个带总结性的头衔 就是关圣帝君 最简厉 最明白 因为天上的神仙世界 地上的凡人世界 他完全都跨完了 制高点都占完了 这个最简单 四个字就完整 所以流传最广 最流行 我们说到 这个是第一支力量 是朝廷的皇家 另一支造成的 运动的力量是宗教 佛教的参与 起码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了 佛教 现今湖北当阳 是西边的玉泉寺 这个地方我去过多次 是佛教的天台中的 这个前年的古诈 那么唐代人董廷写的 重修玉泉观妙记 就说这个寺院修建的时候 得到了关于神灵的大力的帮助 帮助修佛教的寺院 怎么帮助呢 就是本来修寺院需要木材 在山里边砍伐是很艰难 但是突然之间 山崩地裂 填平到深潭 出现一片平地 大量的木材也自然就涌现了 于是寺院很快就修好了 这是记载了这么一段 那么当阳是关于战神的地方 佛教在这个地方来美化关于 那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此以后 佛教各地的寺院当中 关于就作为护法神来供奉 我们往往看到佛教寺院当中 供奉有关于 他作为护法神 另外还有道教 宋元时代的道教经典里边 把关于称为真君 说他是接受玉皇大帝的指派 总管所有牛鬼蛇神的大神 具有真君的封号 真君是道教对于神仙的称呼 所以道教也参与进了 受到以上两种力量的推动 就是皇家宗教 那么民间也出现了第三支造神的力量 这支力量它虽然来自草根阶层 但是它的能量 潜在的能量不可小觑 而且还很有特色 这个我们留到下面还要说 以上三支力量 皇家 宗教和民间 虽然都在造神 但是动机并不一样 动机在哪里 朝廷的皇家主要是想寻求神灵的保护 延长自己的统治 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 提到了 但是还有一点 他就是想借此化解民众的愤怒 因为民间不断出现反对 奉献王朝的武装反抗 他出兵血腥镇压的时候 就会引起民间的愤怒的反对的这种潮流 但是他把关羽的事迹 秦王朝我刚才讲到了 把关羽说成是帮助官军镇压民间反抗的一个主要力量 这样一来就形成什么了 你们那样反抗不是我们镇压的 那是官老爷意识 这样一来 这个问题就被转嫁了 注意力就被转嫁了 而且你还不好说 这个是神灵 关于神灵对你的惩罚 所以你别怪我们 秦王朝的军队 收下无情 至于宗教 这是为了自身的顺利传播 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至于民间的大众 那么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动机 因为封建王朝统治之下的民众 苦难太深重了 在这种情况下 饱受痛苦的民众 就非常之需要一个 自己非常熟悉 但是又能帮助自己 来解除现实的痛苦的 这样一种神灵形象 所以就积极地跟进 参与进来 所以民间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 从北宋徽宗到 清王朝灭亡为止 在长达八百年的时间跨度中 上至皇家君主 下至草根底层 社会各个阶层都参与到 神话关于的活动中来 不仅出现在中国本土 而且远远传播到海外 包括东亚 南亚和欧美 最终历史的关于变成了文化的关于 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当中 非常奇特的一幕 即所谓的关公文化 传奇 评话 小说 戏曲 对关公文化 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武圣关公最终与被尊重为文圣的孔子相提定论 关公文化中的核心理念 中义人勇和诚信精神 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关公文化不仅印象巨大 而且很有特色 特色在哪里呢 主要是两点 一是内容的混杂性 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 也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 历史与神话 凡人与神灵 人间与地狱 神仙与妖魔 都可以随意穿越自由的配搭 自由混搭 第二呢 是索造的使用性 就按照你实际需要 你就索造 朝廷 把它索造成忠于朝廷的护国神 保护国家的 宗教呢 索造成自家宗教的护法神 保护自家宗教的 而民间的信众 当然也会如法的护制 按照葛子的需求来索造 你比如说 发家致富 谁不希望呢 所以关羽就被塑造成财神 所谓文财神 武财神 关羽武财神 金榜提名 古代的书生秀才 谁不想呢 所以关羽被塑造成文运之神 人在江湖标 总是担心会挨刀 所以关羽被塑造什么呢 帮会组织之神 解义之神 农民 种田 怕的就是干旱 所以关羽又被塑造成求雨之神 前年 我在福建泉州 关帝庙 那个关帝庙在大街上 那是香火鼎盛 我看到一队一队的青年男女 在那什么 气球跪拜 气球婚姻美满 当时我就很感叹 关公啊 关公啊 你真是够你老人家 够你老人家忙活的了 现在你又成了因缘之神了 最后回到名将这个主题上来 说到文化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不要说三国的名将 就是整个古代中国的名将 也无人可以与关羽相比 因此 他完全可以评为 古代中国名将当中 在文化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第一名 总冠军 下一集 讲关羽身后留下的总统谜团 谢谢大家